你是不是已經決定要走了? 是 如果今天 不是我過來找你 你是不是就打算不告而別了? 其實很早以前 就有許多話想要跟你說 雖然我們兩個相處的這段時間 有吵過、鬧過 但是我很珍惜 你 這算是臨別增嚴嗎? 如果再有一次機會 如果再有一次機會 你會怎麼樣? 我會選擇放手 Tina 夢想要放手 這段時間 我會選擇 就感到很快 你們來賞 我一定會選擇 我會選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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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明明 我给你求的平安符 它会保佑你和雷宇珍 爱情顺顺利利 再也没有大灾大难了 思琪 我一直在想 我觉得我跟雷宇珍的出身 想法 经历 都不一样 想苏 你就是想太多 这有什么对与不对的呢 如果什么都一样的话 在一起多美丽丝 你看我跟何群飞 不也不一样吗 在一起不是还好好的 喂 刘总 恭喜你啊 小苏 恭喜我 恭喜我什么 我啊 心里是藏不住事儿的 虽然明天早上 你就能收到组委会的通知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要告诉你啊 你的作品真的入围了 你可以去巴黎了 谢谢啊 怎么了 刘总打电话跟我说 我的作品入围了 我要去巴黎参加比赛 参加比赛 什么比赛 我怎么不知道啊 青年建筑设计师大赛 是我一直想去的那个 行啊 杜老苏 你这转身就要变著名大设计师了 可是我现在有点犹豫 你是舍不得他吧 这心里舍不得呀 就说明雷宇峥还在你心里 他还不知道你要去巴黎的事儿吧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我问你啊 如果 你不去参加这个比赛 会后悔吗 如果说我不去参加这次比赛 我可能会后悔一辈子 但是如果你不告诉雷宇峥一声 你就走的话 他会难过一辈子 如果说分开就让爱情失效 那这段感情 本身也不坚固 可是爱情是讲究机遇的呀 错过了就不会再来了 如果你确定要离开上海的话 在走之前 难道你就不想和他聊清楚吗 你听我的 只有聊得开才能看得开 要不就算你到了巴黎 你也放不下上海的一切 雷总 雷总 我说何经理 都当了经理了 怎么一天到晚还慌慌张张的 这事儿太值得高兴了 我必须马上告诉你 什么事儿 杜小苏要去巴黎了 他去巴黎我知道 出这 不是 他不是参加那个 什么青年建筑师大赛吗 比赛结果出来了 他的作品还真入围了 雷总 您还别说啊 杜小苏还挺有两下子的 雷总 雷 雷总 雷总 你是不是已经决定要走了 是 如果今天 不是我过来找你 你是不是就打算不告而別了? 其實很早以前 就有許多話想要跟你說 雖然我們兩個相處的這段時間 有吵過、鬧過 但是我很珍惜 這算是臨別增嚴嗎? 如果再有一次機會 你會怎麼樣? 我會選擇放手 如果我堅決不放你 這段時間工作室遇到了很多問題 或許換一個環境 我會選擇一個環境 我會選擇 我會選擇 可以因為選擇 我會選擇 你會選擇 真的嗎? 這樣可以幫忙 我會選擇 然後你不會選擇 我會選擇 你也是 有餘的 你又沒有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来の動画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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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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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会いしましょう